各位茶友好,我是玉学哥茶园的老王 今天咱们来给各位茶友聊聊 老王今年春天给茶友们准备了一个试饮包 这个试饮包里除了有盐茶还有普洱茶以外呢 还有两种茶,一种是红茶,还有一种是单从 那么有茶友就说老王你能不能把那两种茶也讲一讲 大家讲讲这些茶 老王今天就给大家来讲讲其中的一个单从 单从这个茶很多茶友最初印象就是它香气特别的香 甚至是有人说它是可以喝的香水 确实单从茶凤凰单从茶总体上它跟其他的乌龙茶相比较起来 它是属于高香的风格 所以对很多茶友来说 尤其是新茶友 它可能比盐茶更容易让茶友接受 因为它比较适口 喝起来呢,香香甜甜的 那实际上 我们来看凤凰单从这个名字 前面两个字凤凰是指地理位置 后面两个字单从是指这个茶的最早的采摘方式 那么所谓单从呢,肯定早期它就是以单株的方式采摘 但今天我们来看就是很多我们能接触到的入门级的或者是口粮级的这种单从 它肯定不可能是一个茶树来采摘 因为它的量没有那么多 基本上都是属于它的无性繁殖这种扦插出来的这些茶树 同一类的进行采摘 那么只有很高端的单从才是真正一株树上来采摘 然后制成的这个单从 那种单从基本上来说呢 首先第一它的产量很低 就一棵树只有几斤 第二个它价格会非常贵 那么有一个茶友就问老王这个单从有没有正言一说 当时老王说这个没有 单从没有正言那一说 但是后来老王想了一下明白这个茶友的意思 实际上他是想问老王这个单从有没有这种正言类似的这种概念 那实际上这么说呢 它其实是有的 这个单从其实它这个明确它有一个地理范围 是什么样的范围可以叫凤凰单从 基本上呢 大家很好理解就是凤凰镇产的可以叫凤凰单从 但实际上它的范围呢 不就不能叫凤凰单从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不行 那你只能叫某某地区的单从 但实际上老王自己感觉哈 这个虽然说这个这个凤凰地区肯定单从它有它的独到的特点 但是咱也不能误为产地论哈 就是说除了这个地方其他地方呢 一概都不好 其实这个口感如何还是要到时候具体看这个茶的情况 当然所以这里呢 其实是它凤凰单从就是有它一个地区的这个这个独特的这个特点了 那么老王给大家的试饮的茶呢 实际上是叫雪片压屎香 那么压屎香这些年非常的流行哈 这是很多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奶茶店都在用 这个名字其实是很容易让大家记住的 那个它也是属于单从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 这个基本的香型种类了 那么雪片又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单从茶是分成春茶 然后这个下茶冬茶 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来采摘 雪片就是指冬茶 当地人就叫雪片 其实是冬茶采摘的这个单从 那么冬茶的单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就是香气比较高 这个单从也讲的是香和水两个概念 那么冬茶相对来说香气比较高扬 那么水相对来说会薄弱一点 春茶呢是香气和水都很平衡 那么香气相对来说还清澈一些 这个里头呢 老王选的这个冬茶实际上是 第一是它的香气确实是很好喝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我觉得对于很多没有试过单从茶的茶友来说 它是比较容易让大家接受的 那么今天咱们跟茶友边喝这个雪片压史香 边跟大家聊这个单从 那实际上来说呢 这个冬花单从啊 它这个命名啊很有意思 它有根据香型命名的 那也有根据这个夜型命名的 那也有根据其他命名的 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像直观的来说 像香型命名的 比如说有蜜兰香啊 这个又花香啊 桂花香啊 黄枝香啊 银花香啊 姜母香啊 那这些都是常见的香型命名的这种单从 我们来温一下这个盖瓦 那么另外呢 也有通过这个叶型来命名了 比如说像乌叶啊 白叶啊 这些都是根据叶子的颜色来命名 大家一听也比较好理解 当然也有像是这个叫 比如说巨夺仔啊 这种 它实际上是叶子 像锯齿一样啊 这个可能是当地人的这种 这种口音的叫法 所以它也很有意思 当然这些命名可能 对于大家来说比较的 这个有一些茶就会头晕 那没关系 我们其实这个单从茶也是 很值得大家去慢慢体会的 那今天咱们试喝的这个 就肯定是大名鼎鼎的这个 这鸭屎香了 我们其实刚才从这个 刚才从干茶来看 其实它单从是属于发酵类比较轻一点的茶 大家可以看到绿叶红香边 在没有喝的时候你就能看到 其实它这个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上面就有绿色啊 那么有一些茶友会说 这个单从这个很多 近些年尤其是像鸭屎香啊 因为它比较有名 所以很多人都是用一些其他茶来代替 比如说像这个用这个乌液来代替 那其实大家从这个液型上就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乌液嘛 就黑色的相对更黑一些 那么鸭屎香其实冬茶 就是我们所雪片的会大一点 那春茶就会小一些 所以其实它判别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鸭屎香其实从这个香型上 它的学名应该叫银花香 那据说是因为它这个 这个它所带来的这个花香的香气啊 比较接近于凤凰山上这种野生的金银花的味道 那这为什么叫鸭屎香呢 其实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时培育这个茶的这个茶农啊 就怕别人来这个偷它的这个培育苗 或者偷这个培育汁 因为它们都是无性繁殖嘛 所以就谎称这个香型啊 像鸭屎一样臭 所以这个名字后来就被大家所接受啊 然后大家都慢慢传开 而且这个名字又比较容易记 有记忆点 所以最后这个茶就被大家记成叫鸭屎香了 反而这个名字是大家通用的了 那么有茶友问 老王说这个有些人单从他这个投茶量是这个七八克 为什么有些是三四克 那其实从这点来看呢 就是我们其实不得不聊一下 其实在单从的这个这个这个茶那种 他其实不只是香型 呃 其实单从他呃 虽然说是类似像香气很迷人 很吸引人 但实际上他整个这个除了香气以外 他还是有他的这个水的这个体感的 呃 尤其是有一些单从的种 那么他相对来说 呃 他的滋味更加的厚重持久 这个在单从这个领域里被称为叫底力 底就是那个 底下的底 那么底力越强的单从呢 他相对来说香气就越加持久 呃 所以大家就能看到为什么有人喝单从投八克 有人投五克 这个是一方面是茶的底力来决定的 那么滋味其实厚重这个底力呢 呃 他跟他的这个产区和海拔有很大关系 啊 呃 那一般都可以分为叫低山中山高山 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这个海拔的这个情况 啊 确实很香啊 就是 在在鸭屎香这个里头来说呢 除了有这个银花香以外 呃 他的树林如果越大 他的滋味就越加的纯净 他相对来说几乎没有苦涩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新茶油一开始就比较的能接受啊 那当然我们说如果你细品单从的话 他其实除了香气以外啊 他还是有水的 这个水的体感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与这个盐茶接近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这个呃属于乌鲁茶类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呃 丹丛这个种里头其实也有水仙 不过他跟呃 我们所说的盐茶的水仙恰巧只是名字相同 那完全不是一个一个茶种 所以其实这个这个丹丛类的茶 如果有茶油比较喜欢啊 或者是呃 愿意去尝试的话 他也实实是一个很值得耐人寻味的这么一类茶 有关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